詞曲 李宗盛 遺傳這個領域的演變當中 撒通跟巴弗萊一個很重要的貢獻 就是從細胞層面去觀察 然後幫孟德爾補齊的當年 孟德爾自己那個年代裡面 沒有辦法提供的比較實質面的證據 後來的一些學者其實有在思考 孟德爾再怎麼說他也只是做植物 遺傳這件事情應該是在生物當中普遍存在的現象 所以如果你只做植物 要利用植物來當作是所有生物都適用的話 這應該也不見得是這個樣子 所以孟剛基本上他在材料的選擇上面 就想說哪一個強烈的對比 所以他找了動物 那你要找一個比較方便的 比較方便可以做那個遺傳學實驗的材料 所以果蠅其實是一個很方便的 因為他生活史比較短 然後每一個世代你都可以累積很容易 就可以累積大量的這個數學 所以像這種材料的話 其實通常都會是在做遺傳學的一個好的選擇 那找了果蠅 這時候就是用動物 那所以就跟植物呢 又有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所以現在問題是說 那這個實驗設計上呢 到底要怎麼設計 其實孟剛基本上沒有做太複雜的實驗設計 他大概也是用那個孟德爾實驗的相同的架構 單性雜交、兩性雜交這樣的一個架構 可是單性雜交、兩性雜交 我們上一堂課裡面有提到過 但是有一件 有一個那個 孟德爾有做的實驗的設計 然後課本裡面其實著墨不多 但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對墨乾有一個很比較重要的突破 所以這個要提一下 所以我不知道上次有沒有提到 其實孟德爾真的考慮到很詳細 他當初在做那個純細雜交的時候 比如說紫色對白色的這個純細雜交 我不知道上次有沒有提到這一點 孟德爾連這樣的一個小細節他都考慮進去了 就是說因為他有做人工授本這個動作 他在想說如果我現在呢 這一次拿紫色花純細去取花粉 然後對那個白色純細去做受粉 有沒有看到? 那會不會當我把它角色顛倒過來 另外一批呢 改用白色的純細去貢獻花粉 然後用紫色純細去接收受粉 看出這個組合吧 這個遺傳的設計 一般我們把它稱為叫做副交 就是你把像性別跟性狀有關的問題做交叉組合 然後去確認一下這樣的雜交方式 就是不會受到跟性別相關的問題的影響 OK 孟德爾的考量點已經可以到這麼細節的這個程度 只是因為 看植物有沒有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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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們生物學這麼多年了 植物有沒有性別? 哪有性別? 大部分的植物可能一朵花上面 雌雄蕊同時搞定拿來的性別問題 植物只有在配子產生的時候 配子有性別的問題 植物在個體的層級上面 大部分的植物是不需要談性別的 因為它同一朵花就同時具有雌雄蕊嗎? 可以理解嗎? 沒有啦 所以是少數啊 相對來說啊 沒有啦 沒有啦 不是這樣喔 那個他們沒有要這樣認定啊 哈哈哈哈 是的是的 你說得對 好 好 所以因為植物它的性別 基本上呢 不是像動物這樣的個體區隔非常明確 所以孟德爾雖然考慮的夠細 但是他運氣不錯 因為他挑的是植物 所以他就沒有在這個地方遇到困擾 OK 那因為莫甘後來也有用了這個實驗的設計 然後他就有了一個非常重大的發現 這你們都學過了 好 然後 後面要交代了 等一下再說 所以 所以 莫甘到底在果蠅的遺傳實驗上面 到底發現了什麼事情呢? 那個莫德爾兩性雜交要記得 因為我上次已經先講過了 因為這個要跟莫甘南做一個對比 他挑選了果蠅 然後其中有一個非常指標的這個實驗 在441頁這個地方 兩性雜交的實驗設計 因為 呃 還有這個啊 441這個地方 他所用的那個基因的代號 這個都是屬於做遺傳的人 他們真正會用的 比較習慣用的用法 等一下因為要簡化一些符號 所以我把它稍微修一下 你再自己對一下 他挑了果蠅身體的顏色 然後跟翅膀形狀 這兩對形狀 然後來做那個兩性雜交 OK 所以他先從唇器這個部分開始 OK 果蠅的身體顏色 灰 對黑 是顯性 然後 沒有突變形的會有正常的翅膀形狀 突變形的翅膀會有萎縮 然後甚至於無法飛行 這個問題 好 所以 一個是正常 一個是萎縮 我們把字眼稍微簡化一下 那個正常的把它叫做長翅 然後那個萎縮的 就把它姑且稱為叫短翅 它不只是短的問題 它是那個萎縮 所以它的飛行能力會有問題 好 所以 它從仿照孟德爾的兩性雜交 就先從純細這個部分 開始雜交之後 第一子彈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可以預測的 既然灰對黑是顯性 F1應該是灰 然後長對短 就是正常次跟萎縮次 那這個是顯性 這個是隱性 所以如果是純細雜交的話 F1應該全部都是長次 假印象那個字眼用的就比較詳細一點 包括基因的代號 我得到基因代號 我不用那個 因為比較囉嗦一點 好 然後所以接下來 按照孟德爾的兩性雜交 它在F1的時候 有再多做一個 就是讓F1這個世代呢 再繼續繁殖下去 然後 這時候得到的F2呢 如果是要符合當時候 孟德爾得到的結果的話 總共要有兩件事情 第一 F2應該會有四種性狀組合 扣除掉P跟F1曾經出現過的灰深長次 就是 很有可能 黑短 黑深 萎縮式 應該也會出現 OK 這應該 按孟德爾 如果是符合孟德爾的遺傳現象的話 所以第二世代當中 應該會再度出現那個雙引進的 但孟德爾因為 他發現有自由配合的情況 兩種不同 新裝的遺傳因子 可以自由組合 那自由組合的證據是 就是落在會出現 灰短 跟黑長 這兩個 是自由配合的證據 這樣 好 所以這第一個 F2應該要有四種性狀組合出現 按孟德爾 假設 現在完全符合分離率跟獨立分配率的話 就自由配合率的話 那麼 F2不只是會出現這四種性狀組合 他的理想的 預期的幾率應該 而比例 應該會是 9比3比3比1 OK 這個我們那天講的嗎 對不對 好 所以麻煩的問題在於 莫剛沒得到這個期望 他得到一個非常亂的比例 那個比例亂到沒無從解釋 但幸好四種性狀還是出現的 OK 所以去做一點推論 既然他 這當然 實驗上面我們都一定得先去確認嘛 你到底是不是用的是純細 如果你現在用的是純細的話 那個灰長 我們用一點比較簡單的符號 呃 灰的話 我們姑且純細來說的話 把它定義為它是G 然後 長的話有 所以那個灰長的純細 它應該會是大G大G大爾代 那所以黑色萎縮式的這個的話 那就是小G小G小L小L 所以也就是說 F1任何一個個體 它的基因組合應該是大G小G大L小L 沒錯 可以 那因為其實我們無法真正看到 它其實是大G小G大L小L 我們只是合理的推測 因為你現在純細雜交嘛 所以F1的表面看起來的灰長 它其實會跟清淡的灰長 性狀表現相同 基因組合是不同 清淡是純細 所以是大G大G大L大L F1呢 是雜交後的結果 所以表面上是灰長 可是它真實的基因組合 是大G小G大L小L 這樣看 可是現在問題是 好 這樣推當然看起來很合理 可是F1 我就是沒有得到那個 跟孟特一樣的實驗結果 所以莫甘就是去想說 難道這個地方真的是大G 因為已經是灰色了 已經是灰色 保證它一定有大G 確定是長次 就是正長次 所以這時候一定也有一個大L 這都沒有問題 可是另外一個咧 因為沒得到預期的結果 所以這時候就值得懷疑 兩個G當中 大G確定出現一次了 因為已經是灰色了 那另外一個是不是正直大G 一樣 已經確定是正常次了 所以L大L起碼已經有一個了 另外一個真的不止 所以通常在這種情況之下 遺傳上面呢 我們會去做一點檢查 這個叫試驗雜交 所以它就把F1拿出來去做 把F1的個體抓出來去確認一下 就是它想要證明它真的是大G小G大L的消息 先確定這些事情是沒有問題的 那試驗雜交是幹嘛呢? 一旦你有像這種情況 OK 有一個灰層 然後剛講已經確定起碼有一個大G 另外一個其實不肯定 然後有一個大L另外一個也不肯定 OK 所以如果你想要證明這個灰層層的個體 它的真正的基因組合的話 你可以去找一個已知基因型的個體去跟它撒交 然後再從它們的後代去反推 我們之前不是遇到很多這樣的遺傳題目嗎? OK 所以誰的基因組合 你絕對可以從性狀肯定它的基因組合 這一個 就是黑生 然後萎縮式的那個 因為黑生萎縮式不會有第二種基因型 黑生萎縮式保證是小G小G小L小L 看到沒有? 所以這樣子的實驗設計 我們通常把它叫做試驗雜交 有一個人直接把它簡稱叫試驗 這個是一個做基因型檢查驗證時候用的實驗設計 所以莫剛就想說先證明一下好了 先確定沒有問題再往下推測 然後所以這個時候把這個 這是F1的個體取出來的 然後去找一個黑色短次的這個個體來去做雜交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請問 這一種雜交組合的F2 如果按照孟德爾的自由配合率 性狀組合要幾種? 還是四種? 灰 長 還是會有黑短? 要不要給你們參考 如果以豌豆的那個大Y小Y大R小R 去跟小Y小Y小R小R 所以預計他們的下一代應該會有黃圓 密貼 往眾 綠圓 綠泽 綠泽 不錯 比例 不是九三三一喔 比例,先算,快點 Y有其中可能嗎? 大Y小Y,小Y小Y這樣的組合裡面 到下一代,不是黃,就是綠 黃對綠的比例是1比1,對不對? 圓兆區也是一樣,所以叫它組合呢? 總共四種,四種的比例 好,參考一下 如果是按照夢的符合分解率、符合自由配合率 期望的結果,四種現況,四種現況的發生機率 通通都是相同,對不對? 所以,按照這個來說的話 OK,灰長應該要出現 灰深短次要出現 灰... 灰深長次要出現 期望比例應該是這樣子 期望的比例應該是這樣子 好,真實的比例在下面 441下面 它不是用比例,它提供實質的數據 那個灰深正長次的是965 然後,短的1944 灰深短次... 206,185 OK,這樣會封掉 你把它數據稍微整理一下 然後,就算簡化到最好的一個比例的數字 你會發現,這個數字其實不是很好解釋 然後,預計、猜測、推論 應該會有四種現狀出現 OK,四種現狀都出現 但怎麼會這個比例 遠遠背離孟德爾的期望值這麼的大 這就是困難的地方 OK,所以假... 當然,這當中實驗的設計應該沒有問題 這是試驗雜交 這是一個證明 那個顯性個體 它的基因性最佳的方法 所以,如果這樣一切都沒有問題的話 表示這個數字它是真實的 那這個數字的呈現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這時候就真的得花一番功夫去解釋 好,所以再回過頭去 講到那個人很重要的 就是薩托不是提出基因連鎖群 OK,薩托的... 那時候薩托和巴夫爾他們在觀察那個 藍色體的動態變化的時候 遺傳的過程們 有提到就是說 大部分的生物所擁有的基因的數目 看起來應該都是遠大於藍色體的數目 好,所以很有可能 一條藍色體其實需要攜帶一個以上的基因 所以呢,薩托就把那個 可能會落在同一條藍色體上面的所有基因 叫做基因連鎖群 所以呢,當某一對染色體上面 假設有個A跟B這兩個基因的話 那麼AB就是落在同一個連鎖群 因為它們是被串在一起的 OK,那串在一起有什麼意義? 因為薩托跟巴夫爾他們看那個遺傳的過程當中 那個移動的單位不是基因 移動的單位是整條藍色體 好,所以這也就導致 將來如果這兩條藍色體被分配下去之後 那個拿到大A的你也會肯定 它肯定也會同時拿到大B 只要發現拿到小A OK,它一定也拿到小A 因為它是被串在一起的 然後移動單位是染色體,不是基因 OK,所以連鎖線上一定會導致這樣的結果 OK,所以莫甘基本上呢 往兩個方向去做推理 好,一個是 一個是 它是不是可能 一個是它本來期望 它應該要符合孟德爾的自由配合率 可是如果要符合孟德爾的自由配合率的話 那個比例 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是怎麼把它擦掉 就是 如果你A跟B 落在同一對藍色體上面 跟 現在呢 有兩對藍色體 哪一種情況才有可能讓它自由配合 那才有可能讓A跟B自由配合 應該只有這個 所以 那個比例 因為 有一點 古怪 所以 看起來 肯定沒有自由配合 所以 又因為 撒吞提出那個概念 不同的等位基因 可能連鎖在一起 就是被串在一起 OK 所以 後來 莫甘往這個方向去想 它很有可能是連鎖的 第一個考慮 可能是發生連鎖 可是 連鎖當中 以這個來講 剛講的 如果你是連鎖 請問 那 這樣的一個雜交試驗 F2 總共幾種信用主 如果真的只有連鎖 你不要去看那個結果 不用很單純的來看 大AB配方詞 小AB配方詞 所以 一 理論上我只會得到這兩個後代 這個加這個 對吧 好 理論上 比例應該是1比1 你去看 這兩個 這個數字應該 勉勉強強可以接受 它應該差不多是1比1 對不對 好 所以 它先往這個方向去考慮 很有可能是連鎖 OK 然後 第二個 更大膽的考慮來了 它認為 這連鎖當中 有發生了一些錯誤 好 然後 這個錯誤現象 它把它稱為 叫做 互換 OK 什麼樣的互換的情形呢 因為 減數的過程裡面 是 有 所有分裂的過程裡面,分裂前要先做好遺傳物質的複製 對不對?減速分裂的第一個動作非常重要 它有去做同源染色體的連繪 那同源染色體在連繪的時候,會合併變成是四分體 好,莫剛那時候其實這個假設真的還蠻大膽的 他覺得如果真的照撒吞所提到的 一條染色體上面如果要攜帶很多的基因 對不對?那可是實際上在發生這個西方分裂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通常看到的是染色體其實真的就是一團 就是糾在一起這樣子 好,所以莫剛的看法是這樣子 他沒有證據,所以這是一個推論 呃... 四分體產生的時候,我們畫當然可以把那個線條都畫得很整形 但真實的情況是所有染色體全部都糾在一起 所以他在猜,如果萬一這個二分體跟這個二分體 呃...彼此相互靠近的內部 因為受到旁邊其他染色體的影響 如果他現在那個線去纏繞到了 你看到,所以有沒有可能其實在細胞分裂的過程當中 因為同原染色體連繪 而連繪的時候,如果說同染色體之間 同原染色體之間有機會因為這樣的一個線纏住 然後而發生了交換的這個動作 單純的連鎖 以這個來說,單純的連鎖 他如果去這樣的組合 如果去完成簡數分裂 總共只有兩種配子 拿到大A的可以預測他一定也拿到大B 拿到小A的一定也拿到小A 沒錯吧,總共只有兩種 完全連鎖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好 可是,如果現在發生交換 發生交換的時候 這一段,假設現在呢 左邊這個二分體的這一段 去跟右邊這個二分體的同樣長度的一段 如果發生交換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有一個 這樣的組合 原本這個二分體呢 這個地方一定要是大A 結果後來這邊呢 他去換到小A回來了 好,B沒變 因為斷的地方可能在這裡 所以假設B沒問題 好,右邊這個二分體 我把它畫圓一點點 原本這邊呢 應該兩個都是小A 然後結果呢 這一段就換到大A回來了 好,B假設沒動到 B沒動到 所以都還是小B OK,第一次減速分裂 同源染色體分離 對不對? 第二次減速分裂呢 二分體分離 所以這個時候 總共有 一、二、三、四 四種配子 一種組合 大AV 第一個 另外一個組合 第四個 小AV OK 產生兩個新的組合 二跟三 小A大V 或 大A小A 好 那我剛剛為什麼會往這個方向去猜想 你有沒有發現這兩個比例特別的高 所以 是錯誤才常發生的 所以也就是說中間這兩個組合 應該很有可能是互換 互換它認為是一種錯誤 既然是錯誤它的發生機率應該要偏低 OK 符合因為它的發生機率真的比較偏低 然後所以左邊就是 灰聲長次跟黑聲短次 這兩個是因為臉所造成的 然後他把它稱為這叫清淡 然後這兩個因為錯誤所造成的新的組合 他就把它稱為叫做重組型 或者稱為互換型 你看 所以在這個地方 他莫甘算是發現了 孟德爾沒發現過的遺傳現象 原來不同性狀的等位基因是可以連鎖的 然後所以他真的遇到連鎖的情況了 當然後來他沒有自己證實 後來的人真的有幫他證實這件事情 他真的是遇到連鎖的 OK啊 然後這還不打緊 他還大膽的假設連鎖當中 還有可能可以發生互換這種事情 一樣 莫甘並沒有實質的證據 就像丹林孟德爾一樣 他只是用這樣的一個推論認為 這樣的解釋看起來是合理的 你看 所以真的把他找到證明的 也是後來的人 但這些看法後來都證明沒錯 連鎖果然是會發生 互換也有他的可能性 所以遇到相當的遺傳的狀況 這樣應該已經遠遠超過當時候 孟德爾遇到的情形 所以孟德爾真的沒有 沒有看到 探討到 遺傳這個領域很大的面貌 其實他只是做了一個起點 但他釐清了最基本的部分 但莫甘因為他你看又發現了 連鎖果然真的是存在 對不對 互換也有可能會發生 所以一般很多人會把那個 莫甘尊稱為遺傳學之復 抵惡就是這樣子 因為他在遺傳學上 其實貢獻了另外一部分 很重大的這個進展 所以現在這個數據 對莫甘來講 到底還可以去做什麼樣的運用呢 因為他有一個假設是這樣子 這你就要去想一下 拿這個比來說的話 如果這是一個 如果這是染色體的長度空間 那因為 細胞分裂的時候 所有染色體都糾在一起 所以莫甘就要想說 會發生互換 可是這個比例呢 因為他做了很多種 性狀的組合 他發現不同的性狀的組合 這兩個的比例不會固定 它是一個變動的數字 所以他那時候在猜 當染色體上的兩個基因 放得很遠的時候 跟放得很近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會造成 發生錯誤 就是互換這個事情 發生錯誤的機率 好 那所以他用一個 比較簡單的想法是這樣子 如果有兩個等位基因 它們放得這麼遠 所以 染色體呢 它們萬一 因為是 是染色體不小心纏住嘛 才發生互換嘛 所以如果兩個等位基因的距離 這麼遠的時候 我在這個地方交叉 會發生互換 這個地方交叉 會發生互換 這樣交叉 它還是會發生互換 所以我有這麼大的空間 都可以去做交換 可是 如果 有沒有有比蓋的 就是 如果 兩個等位基因之間距離 只有比蓋這個長度的話 所以你現在發生交換 是只剩下這麼一點狹窄的空間 因為你只要一步小心 你超過這個空間 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這樣子喔 到這個地方交換 換了沒 換了 可是你實驗結果 會不會察覺它有交換過 聽了嗎 因為 如果它是在這個地方交叉 發生交換對不對 這兩個基因直接整個換過去 另外兩個直接換過完 所以是配對一起換 一次換兩個 那一次換兩個 你在實驗結果裡面 是不是會看不出來 比如說 你現在可能是整個 比如說 大AB全部都換過去 小AB一起換回來 這你在實驗結果裡面 你是看不出 交換這件事情曾經發生過 為什麼 因為它表面上得到的實驗的結果 不一模一樣 這樣 OK好 所以莫剛基本上 用一個更大膽的這個假設 看441頁下面 他想要去透過這樣的 後代發生機率 來去想像 互換這種錯誤發生的機率 是什麼呢 所以就定了一個 叫做重組率 所以他要去想要用一個數字來表達 互換發生機率的高低 好 好 那所以最簡單的就是 把這兩個 因為錯誤所產生的子代 看它佔所有子代的機率 他就把它稱為叫重組率 他想要透過這個數字來表達 發生互換這種錯誤的機率高低 因為他發現 做不同的基因組合的時候 這個數字真的會有變動 這樣 OK 好 所以呢 就定出一個重組率 或者稱為叫做互換率 後來他的學生做了一個更大膽的假設 那既然其實 因為莫剛是他的導師 史提曼 史提曼的認為就是說 那既然那個 兩個基因之間在染色體上假設 他們的距離越遠 發生互換的可能性越高 那不然這樣子好了 我們用這一個數字 來去表達兩個基因之間的相對距離好了 你看看 所以他就把一個距離單位 定義為1% 然後用來假設 如果你現在有染色體 然後上面有很多的等位基因 如果你現在剛好做了A跟B 這兩個等位基因 然後發現他們互換率12% 所以我乾脆就這樣定義 他們A跟B兩個的遺傳距離 就是這麼12 你看看 如果你到時候又做了C B跟C 發現他的互換率 假設是33好了 OK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會知道 V距離C比A距離B還要來得遠 你看看 那這樣最好的情況是什麼 你做了AB做了BC 你怕出錯的話 你最好要多做一個誰 AC的組合 對不對 你參考的兩兩關係越多 就是說那個排列組合 很有可能可以讓我們排出什麼 很有可能可以讓我們排出 某一條染色體上的所有基因的順序 還有相對距離 所以遺傳到這個地方已經進染到這種程度 大家已經開始在猜 就是染色體上面等位基因的關係了 因為這種東西 這件事情當然你說最好的情況之下 如果真的有一條染色體 我很明確知道這個地方有一個基因 這個地方有一個基因 其實 如果真的知道這樣的事情的話 放到顯微鏡下 顯微鏡有所謂的顯微測量 顯微測量一量 就知道他們實際的真實的距離 你看 但這件事情目前辦不到 你看 這件事情目前辦不到 所以這個是一個退而求其次的辦理 原因是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 幫基因定位這麼精準 你看 所以真實距離 真實距離 這件事情一定存在 但現在沒有人能夠辦得到 所以現在都只能用透過間接的方法 去用一些遺傳實驗 然後透過像這樣的重組率的計算 然後去想像 會不會這些基因 在某一個藍色體上的排列組合 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想像圖 它不是真實的 但做出來大概會像什麼樣子呢 442頁的下面 這邊有幾個 國銀的形狀 那個 那個 那個參考的等位基因的距離關係 你看442頁下面最下面那個圖的地方 比如說 左邊那個有觸角 然後接下來 灰身 紅眼 翅膀 形狀 對不對 還有另外一種 紅眼對 核眼的這個變化裡面 好 所以這樣一排列下來之後呢 你如果把這幾對 性狀的遺傳因子 量量組合 去做的這樣的遺傳 雜交實驗的話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得到像這樣的圖 只要夠多人願意一起貢獻 這個圖的豐富程度就會越來越高 精準度也會越來越高 但它不過就是一個想像圖 我們把它稱之為遺傳圖圖 遺傳圖圖 或者叫遺傳圖 就是在用實驗的結果來去推論 藍色體上面的基因的相對排列順序 還有這個可能的距離關係 好 所以這個部分大概就是我們在遺傳 新的遺傳上面會遇到的比較困難的這個問題 好 一般的情況之下 通常三個以上的等位基因就有點困擾 上面有一個簡單的推論 這你們應該可以看得到 比如說B跟VG 你曾經做過遺傳實驗 發現他們的互換率是17 然後呢 做到B 你看那個左上角那邊 做到B跟CN這兩個等位基因的時候 發現他們的遺傳距離是9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就有兩種可能性 就是右邊那個地方有一個B、CN、VG 或者是CN、B、VG 兩種組合 對不對 所以三個等位基因 你最好總共要做三種組合 應該就可以釐清他們的順序 應該就可以釐清他們的順序 這樣 這遇到實際的例子 我們再來看吧 這邊 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吧 就到這邊